詞曲 李宗盛 這堂課就是在上表演藝術的劇場呈現方式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以前在上這個的時候 比較多都是照著課本 然後一下子就跟學生講四種舞台 那四種舞台分別有什麼優缺點怎麼使用 可是我就在想這樣子的方式 好像沒有辦法讓他們可以直接的學到東西 所以我就想要嘗試一下我們導過來 先讓他們知道可以怎麼用這個舞台之後 然後再來學這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那就來做一個比較導過來的方式 讓劇場的呈現方式是學生先實務操作之後 再來學他們的理論內容 會做這個設計主要是因為我們每年在五六月 都會有一個學生的展演 像要表演舞台劇 每一個班都會有一個舞台劇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透過這個課程之後 他們比較能夠知道怎麼使用舞台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看太多影像的作品了 所以他們的思維其實都被電影給 或是卡通啊動畫等等的剪接方式給限制住 比方說在場景轉換 他們就會覺得 就是下一秒就可以去廁所啊 這一秒在教室下一秒就可以去廁所 可是那是電影的剪接方式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可以知道 在舞台上如果你要做場景轉換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所以我會這堂課會比較期待他們學到 在舞台該怎麼去應用 嗯 結合劇本的部分 好 那我再回覆給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你必須要把這個空間表現出來 但是你是這個體驗的一個人 你會做什麼事情做什麼工作 所以待會不能用嚴德的上來之後就定格了 定格之後有下面的人去接龍 我會第一次挑大概三道就有人 那上來的人把這個空間建立出來 讓他們看一下同學的猜 那因為他需要用到一些表演能力 所以比方說現在是開學的第四週或第五週 前三週我都會帶一些戲劇性的暖身 讓他們透過玩這件事情 把他們的表演能力釋放出來 那前幾週我們都是可能一些跑啊跳啊 當全班一起的時候他就不會很丟臉 好 來 三 不能演 只能定格喔 三 定格 對 三二一就可能在動 來 三二一 好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在動喔 再來一個同學不要想那個演唱 就是你了 來 對 三 是 怎樣 你跟他在同一個空間 對 同一個空間 對 你要從他去空間更清楚 更明顯 那今天我會做這個暖身場景的接龍跟轉換 主要是要讓他們熟悉 當你一個人站在台上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下一個人馬上就上來幫劇武了 對 那讓他們熟悉這種表演的感覺 妳剛剛講的 妳剛剛講的 跟妳要做的 妳講 就是叫我來 到妳來教練 我覺得妳可以演這樣東西 妳剛剛不是說洗手嗎 那妳的空間呢 妳跟他撞到頭髮好了 這樣子空間就會做出來 我們等 再來一個人 妳會等 坐 再來一個人 廁所已經滿了 所以不要再滾了 再來一個人 廁所已經滿了 不要被蹲廁所了 好 來看一下這個空間 他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這個空間就出來 不是只是平面 還記得我們上個禮拜有說就是 就是不要讓它那麼的單調 當全部的人都關一盤的時候 畫面其實沒那麼好看 所以妳必須要有一些 拉出一些亮點 拉出一些空間 像這次我們用了三個舞台 是鏡礦式 伸展式 跟中心式舞台 那大部分的學生在選的時候 都會選鏡礦式 因為這是他們最熟悉的舞台方式 那他們 他們都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只要不要被台就好了 對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敢去挑戰 伸展式或中心式舞台 那我就會在他們分完組之後去 強迫協調 然後讓他們可以 至少每一個班都要看到 不同舞台的呃呈现方式 那在它们选择舞台之后 它们就会开始去设计一些走位跟动线 那其实静光是对它们来说不难 因为它们很习惯这样子的舞台 就是单一方向的表演 比较有困难的通常就是中心式的同学 所以它们就会很着急的问说 那我会背台也咋办 然後我就要去解決他們這個焦慮的部分 那像這個部分就會涉及到他們場景怎麼安排 比方說道具要怎麼放 那走位要怎麼走 才不會一直讓觀眾看到你一直備胎 那我也會告訴他們其實備胎不是一件什麼 太大不了的事情 反而一直為了避免備胎像螃蟹走路才很奇怪 所以第一個要先說服他們備胎沒那麼可怕 第二個就是讓你們走位是自然走 然後觀眾不要太長一段時間看到同一位演員的背面 我覺得就可以走 那講完之後其實他們在設計舞台之後就會稍微比較安心 你們每一組討論一下 你們演出的時候要用哪一種舞台 原則上同一個劇本不用同一種舞台 可以嗎 然後三種舞台都必須要有特別的用 所以來 先讓你們各組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先分配角色 第二件事情決定你們要演出使用的舞台 來 再使用這個舞台 這個課程我大概操作了三次 對 那我其實每一次都有在想 怎麼樣可以讓他們發揮的空間更大 那像第一次也是選一個兒童劇的劇本 我就覺得效果還不錯 因為兒童劇的劇本它沒有 不會太寫實 所以學生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 像他們就會用台語去演出 或者是再把更多的角色做女人化的表演 那我覺得兒童劇是一個還蠻好的選擇 那在第二年我在做的時候 我想要換一個劇本 我就挑了一個比較寫實的劇本 那在用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好像學生會受到台詞的限制 他看到他可能不太會深入再去 不像可能戲劇系的同學會去深入研究劇本 所以你看到每一組演出來都不一樣 可是在我第二年使用比較成人 比較寫實的劇本的時候 我發現學生是會被台詞給限制住的 對 然後每一組演出來的東西就差不多 其實是使用不同的舞台 那我的做法是 我會選同一個劇本 但是把它分成不同的段落 所以等於學生在排練的時候 可能一個八分六組 就會有兩組用同一個段落 兩組用同一個段落 兩組用同一個段落 那演出的時候 就可以看兩遍完整的故事 那今年是 我覺得是因為根據 就是被去年受到影響 我覺得用寫實劇本好像會把它們框住 所以我改回用語二空劇 我覺得好像這個彈性更大一點 讓它們發揮的可以 可以玩得更開心 OK 通常第一面圖劇本 你會穿過去 就穿過去 好 一樣 在圖的時候 第一面你就圖過去就好了 所以通常我們第一面 拿到劇本的第一個方式 我們會冷圖這個劇本 這個冷呢 就表示 就不要再讓你們的情緒 好 然後就像你們平常在背國文課本的時候 是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的五環劇本之後 第二面有很多完整的無劇 完整的無劇 接著就會請所有的演員 帶著角色和戲去 那盡可能來表白裡面的人 那舞台其實是做什麼用呢 請你看上面 後面看得到嗎 舞台其實在演錯就要不要變出來 不用 不用 對 它其實主要是給表演 或是給演員的提示 那比方做時間一點的提示 或是不緊張關閉小的提示 或者是它會告訴你這個人 從左邊走到右邊等等的 好 所以這叫做舞台指示 那舞台指示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可以 可以 對 所以就看你們這組 想要怎麼改變他的舞台指示 都可以 你不一定要照著上面的方式演出 了解 在導演的部分 其實我都是給全版概念 就是我會告訴他 你可以注意到走位怎麼走 然後或者是道具怎麼擺設 那在表演的部分 在這個單元 我比較不會去干涉他們 所以其實在每一組 他們在分配角色的時候 我是要求他們每一個人都要上台 所以會自然而然看到他們裡面 就是會有人 擔任導演這個工作 對 那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團體的動力 當這個工作分配下去之後 就會開始有人比較常發布意見啊 然後給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有一些同學 他就是比較喜歡執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自然而然的 哈哈哈哈 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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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的問題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被女人電影給限制住 所以他們都會覺得在一個框框裡面 反正其他人不會看到 或是他們緊張的時候 就會在台上走來走去 那反而讓表演失焦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可以 多幫角色做一點功課 比方說這個角色他的走位的動機 那從台詞裡面可以去判斷 他下一步要去哪裡 他前一步從哪裡出來 那我覺得當這個東西是有被設定過後 在台上的表演就不會那麼的不自然 那他們也會知道自己在台上正在做什麼事情 剛剛講的第一個是走位 第二個是吃點 吃點是什麼東西 你把它翻成白花眼 就是支撐演員走路的那個動機 不要餵走而走 學姐很愛餵走而走 你講一些話 學姐很愛餵走而走 但是當你餵走而走 什麼在台上他就會變成兩個人 一直在繞圈 繞圈 所以你要幫人設計一些動線 比方說 如果這個水在這裡 我人在這裡 我跟他講話講一講 口渴我會往哪裡走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走位的動機 走位就會有原因 你不要在這邊這樣子一直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所以在你們在排戲的時候 記得要記住一下 你的場景像是一樣的 櫃魚可能出現在哪裡 雞舍在哪裡 雞龍在哪裡 那他們要去找雞龍在北海 我會先從兩種不同的動機去下手 比方說像這堂課之前 我們就看了那個冰雪奇緣 Frozen 那我給他們看同一首音樂 那在動畫上的表現 跟在舞台劇上面的表現 同樣一首歌 同樣的劇情 同樣的角色 可是兩種就會呈現不同的方式 那主要在舞台有一個燈光 可以幫很大的忙的地方 就是那個場景的轉換 那當燈亮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裡是可能是場景A 那舞台的另一側可能 燈亮 我們知道這是場景A 但其實兩個東西是可以同時出現在 場上的 那主要是讓他們有一個這個概念 那這個部分的音樂跟燈光 其實主要是要讓他們先熟悉 看戲這件事情 並沒有要他們去學 怎麼用燈光跟音效 因為我覺得這樣一次這堂課 塞太多東西了 那我的做法是 比方說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中間要換場的時候 就會讓他們有一個燈暗 那第一組演完燈暗 第二組就在利用那個燈暗的時候預備 那同時在那個燈暗的時候 會有個轉場的音樂 讓他們熟悉就是 在舞台裡面 我們是不用吵吵鬧鬧的換場 我們可以準備好之後 然後大家可以在那個 黑暗中把場景佈置好 那這個對演員來說 它就是場景佈置的時間 那當他們佈置好之後 我們燈光自然就會亮 演員就會看到表演 那另一方面 對台下看的同學 就是對於觀眾這個角色來說 他們也知道 在燈暗的時候 並不是可以聊天的時間 而是有一個場景的 有一個場跟場之間的連接 那可能音樂就是 帶著這個連接的過程 比方說第一場 要轉第二場的時候 如果下緊張的音樂 那可能第二場分量 我們就知道 喔 緊張的場景要來了 對 讓他們知道音樂的作用 對 並不是說要讓他們在 在這一個這麼短十分鐘的戲裡面 塞這麼多的音樂跟燈光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即使你的機器全部不見了 一定是有人把他們偷走了 我要去找大師 看看何博 快來啊 何博 幫你一次 即使你的機器全部不見了 全部 對 全部不見了 全部就是了 全部都消失了 不要緊 我們能夠查出 這是整理會兒子 好 為格 有了嗎 其他就是其他 你看 鐵絲網絲都破了 這不要讓我們有獎勵 一定是他偷的 嗯 看起來 他就是你偷了 先給一下子 事情 光光不如表面這樣那麼簡單 但是 來 搞不好是他做的 我們先讓你去看你 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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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就承認吧 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 不是我 你看 可是我們都破了 第三麻煩腳印 一定又是你 我 我真的就很難 不要去害我 你是覺得誰會想看你 不知道 你知道我們 扶貝的印象還不怎麼好 那你說 你晚上在做什麼 我昨天晚上呢 七點的時候 在古藏那邊 後來九點的時候 到隔壁那邊散步 才回來了 那你說 這個怪的麵 什麼 什麼 怎麼那麼大 你們不會有興趣 怎麼那麼大 這看起來很奇怪 但是 你媽小心 我這是做的 反正在門上 一點我的 這出起來很奇怪 這不奇怪 我們去溫暖好了 好不好可以掌握一下 好 這不奇怪 這是衝突 我怎麼會有空 有空 我不會想不想 我如果想不想 昨天我來放了 我六點 到十一點 到十一點 可是你還做什麼呢 這一點到十一點時間 我和男孩在找一點錢放啊 我一直在打 你幹嘛 我幫你小屎 你跑了嗎 你跑了嗎 我們現在正在這台機師幫大家介紹 你們現在是在直摸我嗎? 不是小姐,自我愛受影,今天麻煩你幫我 這件事你全部都記不起來了,問題 哈囉,你昨天晚上有沒有看到 會不會有色彩的靠體機車啊? 沒有,昨天晚上我已經幫忙,他出睡什麼 他沒有去幫你啊? 他們也很安靜,大概9點15分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睡著了,我已經講過了 好啊,謝謝你 如果沒事的話,我先走了 謝謝 我也奇怪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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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啊? 有沒有啊,有吃小文 有沒有聲作,我會用快一點,可以看到我日間ßue 怎麼了? 這是 honarten,昨天還在刨子嗎? 很難嚇我嗎? 我昨天看到老鼠在金色方面吃了幾次 吃了幾次 在吃米粒 我抓到金色來吃 這就變這樣了 那吃幾點了 那時候 大概是十點 啊 對了 八點慢的時候 蹦 我看到小狗尼巴給他旁邊上粉 他就沒有了 那你有沒有猜猜任何的鬼鬼剩下的靠吉利色呢? 沒有 對 好 謝謝 沒有最後我就歡迎那個 剛剛也就是太喜歡 好可怕 阿姨 還有誰啊 好像是 可以的 可以的奇怪 我覺得這個活動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它彈性還蠻大的 那角色其實也沒那麼多 所以如果是對於之前比較沒有經驗的同學 那他可能也不太敢出太多意見 或者是他也沒有太多想要講太多台詞的慾望 那他可能就會選擇擔任一個物體 比方說像這個劇本裡面會出現基隆 會出現櫥櫃 那我覺得他可以從這方面得到他在表演上的成就感 就不用每個人的起點不太一樣 那像其實我們學校是有戲劇社 有社團性質的幾個社團 對 有戲劇性質的幾個社團 那有一些同學他們可能本來的基礎就已經比較強 甚至他有出去外面演出過 那我覺得自然而然他就會想要擔任那些 講比較多台詞或是演比較多戲的那個角色 對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學到的東西可能會不太一樣 對那這個彈性比較大 讓我也比較好了解學生在接下來我課程設計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調整他們的工作分配 來剛剛在看當觀眾或是在當演員的時候 你看到性狂式舞台有什麼樣的特色 好用或是不好用 優點或全點 來答應主要先講 OK好來請桌 不容易配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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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為什麼 這一點是單講的問題 好 那我們順便把它講一下 來聲音呢 比較比較容易床 比較為什麼比較容易床 因為觀眾一般這樣講就這樣 因為我講對一面的觀眾講話的狀況對不對 那你們剛好有沒有注意到 有兩組中心事舞 我覺得剛好你們的聲音還算清楚 還算大聲 不然中心事舞台很容易變成 當我這樣講話的時候 就聽不到我的腳趾過後面對我面上的問題 好再來我們講一下伸展室 來哪一組要講 好來 我先進去說 就是伸展室就是 他的無法分的空間 就是有花花金黃山中心的特點 然後他的道具也可以 就是融合這兩個特點 他的雙眼 誒我發現你們好愛伸展室喔 我寫不在身材式的確別耶 好愛伸的中心事跟進方式的確別 現在有算是有兩個舞台可以使用 然後他有我們想到的確別 是他的音量要控制 像在進方式他是要 就是不用跳頭大聲大家都可以教練劇集 但是如果他到身材的地方 他的聲音都要放大 因為他會出現上面的觀眾 OK很好 你們剛剛在做中心事舞台的時候 我一直很期待你們利用這個舞台 一個滿大的特色 中心事舞台他會比較深入觀眾 比起進方式舞台跟觀眾是合理的 中心事舞台其實他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這樣可以跟觀眾互動 所以我剛剛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好像沒有看到大家用到中心事舞台的這一塊 這塊我覺得比較可惜 好來我們現在給各自回饋 你剛剛看到哪一曲覺得到還不錯 或是哪裡可以再調整的 好請說 第1個答案第3集 唱那一組兩集 說怎麼了 就是他們剛剛的男生很少 就是沒有用到去 沒有用到去 沒有用到去 而且還有 他們有用到去 他們有用到去還是沒有用到去 有 他們有用到去 有 他們有用到去 有 他們有用到去 然後還有踩嗎 跟那個 就是主打的動作 然後做成績可以拿到在幹嘛 即便 就是聽到合成績 可是就算什麼合成績可以拿到在幹嘛 OK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不用 不用 一定要回給他們 你們可以講點點子好不好 來 換你 我想說什麼 我還在想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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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就是那個裝很特別 裝很特別 我覺得 臭又演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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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是 宜君那一組 宜君在哪裡 宜君在哪裡 這裡啊 他講話都一直被打斷 他講台詞都沒有講 講話都一直被搶走 OK 有 我剛剛有注意到 我覺得 你們在台上 這組稍微有一點緊張 就是大家會去搶到台詞 可是因為剛好是用中心 知道是剛好用中心 室台關係 感覺一片混亂還蠻合心的 對 然後講外面打的好像也還好 OK 好 還有嗎 他會說你們中油演得很好 對 然後他們真的中很好 對 對 這堂課其實 我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讓他們實作之外 最後面會有一個 讓他們互相去看別人的演出 然後並且講說 你在這個舞台看這個演出的時候 你注意到這個舞台有什麼優點或缺點 比方說鏡框式舞台 他可能走位的動線 就不會像伸展式用的那麼 那麼多變化等等 會讓他們去發現這件事情 可是往往我覺得我在操作 我這樣操作三次下來 我覺得學生都會忽略後面這一塊 但其實這一塊才是我這堂課 算是更主要的目的 除了讓他知道怎麼用 還要讓他知道這個舞台 到底有什麼特色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在適合什麼樣子的演出 對 可是往往學生都會忽略這一塊 所以其實我每年都會 再稍微檢討一下 我要怎麼加強這個部分的教學 那最後我的方式 調整到今年我的方式就是 我不讓每一個人寫 因為我覺得讓每一個人寫 他們真的很討厭寫字 所以我選擇讓他們用小組去討論 那每一組就交一張就好了 那他們其實是喜歡看別人表演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看別人表演後 寫出來的東西會比較深刻 那透過小組的討論 你本身是使用者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受 那當你是觀眾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受 就讓每一組在各自發表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當他們可以講出來 身為表演者我怎麼使用 身為觀眾我怎麼看 我覺得這堂課的目的就 不是目的 課程目標應該就達成了 第一件事情 先想想看 剛剛你在觀眾的位置 還有你在當演員的時候 使用這個舞台 你覺得這個舞台有什麼優點 或是有什麼缺點 舉例來說 中心式舞台的人會超有心得的 當你在當演員的時候 你覺得中心式舞台的缺點是什麼 中心式舞台在哪裡 好來來來來 你覺得有什麼缺點 中心式舞台 四周都會被看到 對 所以你必須要去關注到四周的觀眾 可能就會時時備胎 所以待會請你站在觀眾的立場 跟你站在表演者的立場 回想一下 在排戲的這段時間 還有剛剛看戲的時間 你覺得三種舞台 分別有什麼優點或缺點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請 我覺得就是 在課堂上學的東西 就是你自己才能起課 可是你看別人 你就好像很簡單 就那樣 然後 自己演就覺得 好難喔 從背台詞 我覺得真的很難 因為我背書真的很弱 然後 就是覺得 演員可以背那麼多台詞 然後還對得很流利 我覺得很厲害 可能 然後劇本的時候 我們會想說 要怎麼去增加角色 或增加劇本 然後 對 就是我們會去揣摩說 像是我們這組有那個攝影機 對 我們就是會去想各種 把它加進劇本好不好 然後再加 再想各種 加的元素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好笑 我們是中心式舞台 就是比較容易背框 就是背台 就是 走的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 走位也不是很清楚 然後就是會晃來晃去 就是也意味不明 然後後來就是有經過 我們這組有一個很強大的人 然後指導我一下 舞台並不是我們最常看到的 只有鏡框式的 它還有中心式跟有梯形 它是很多元 它並不是只有局限在一個框框裡面 其實還蠻好玩的 尤其是大家討論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讓 平常不太熟悉的人更熟悉 然後平常感覺好像很文靜的人 都可以有突破 讓去看 一會兒 就在家裡 麻煩你 就在家裡 就在家裡 樓的人